大家好,我是金融尖远线 今天讲建筑研究20.1 吴州海洋牛纸的C棟天桥简介 就是几何数量关系的灭感 这个主题也是分两期 今期才讲几何灭感 下一期就讲松天桥的特点和差异 我们看到这里是C棟天桥 就是连接主楼和副楼之间 就有这个天桥连接 我们注意到就是 这里是二楼 四楼三层楼之间 这种形态是不同的 二楼平平高 三楼就行几级过去 四楼就更长一点过去 所以程序有种大阵式的灭感 我们看看这里 二楼是平的 所以是没有阶梯的 三楼要走五级 四楼要走十级 所以就有一种大阵式的灭感 下面我简单讲一下 我对拳状状态的特点的分析原因 首先要讲一下主楼和副楼之间 它有层级的高度差 我们看到二楼 二楼是平平的 所以两边的高度是H相等 但是从二楼上去就迷了 二楼到三楼之间 那边负楼则X 但是主楼高小小小出来 主楼在一个度 负楼在一个度 所以它要连接那里 它要有阶态 所以我们就切i 所以主楼的二楼到三楼的层级 是X加I 所以这样一来 就是负楼三楼到四楼是X 那边主楼也是X加I 就是某一层的层级是一圆的 除此之外 我们就定位这个五点定位 要定位这个五点 就是二楼 二楼那里 负楼唐天橋的连接点那里 似为I点 然后BCDE 我大概说一说 首先B点 就是三楼的扶楼平台 同一边的阶梯 第一级上去的这个节点 就是这里 这一点就是B 同时也是C 上去最后面这个阶梯之后 再过来的度 就是C 就是这一点 就是卖这个阶梯 卖这个阶梯 是想完整的一只阶梯 就是这一点 这一点就是C 同样的D 就是D 平台 和楼梯级的这个阶梯 这个阶梯 这个阶梯 就是D 然后E 同样的也是 就是 上开这个阶梯之后 再过回一级 过回那边的阶梯 这个阶梯 就是这个阶梯 这个阶梯 这个阶梯 就是2点 定好这5点定位之后 我们就看下面的 就是 首先 我们见到 先先说这个二楼 一楼到二楼 它就层高 主楼和负楼的层高差是0 那三楼呢 三楼那里就是 这一边是主楼的高度 加起身 加起身 然后再减去那边负楼的高度 所以呢 它就是A 那四楼 四楼的阶梯 四楼就是加上那一楼 加上那一楼 加上那一楼 然后再减去那边负楼 它就是2A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 这个CO 就是三楼的主负楼高度差 就是2A 那就是EP EP 就是四楼的主负楼的层高 高度差 就是2A 那这样呢 它就呈了一种 就是四楼的那边的层高 它是三楼的两楼 那里是2A 那里是I 那我们要注意到 因为它那个阶梯的平衡 就是相当于 相当于BC平衡于DE 所以一平衡 它就会很自然的 呈现这种阶梯的结果面 我们看到那里 就是 就是 我们首先看它的这个三楼 三楼这里 我们看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 那就是 由于 它这个三楼这里 主负楼的这个 这个层高的落差 它是I 就是I 那 那 假如切的那一角 夹角是Cita 那 因为 平衡 就是相当于 BC平衡于DE 所以 上高的那一角 它是Cita 那另外呢 它这个阶梯长 就是这个BC BC 这里 它就是 就是 这个 层高 比上这个Sciencita 这个 这个是很简单的 这个三角行数初中的 那又因为 那 就看到四楼里 四楼里 因为它平衡 当然平衡 所以呢 同一角呢 同一角呢 又是Cita 那另外呢 好学而得差 就是这个DE段 就是它这个阶梯长DE段 它就是2I 再比上Sciencita 那 一例子呢 它这个阶梯长DE是10级 BC是5级 它说它为什么有两派的关系 它实际上它就是来源于 你这个高 你这个层高的差 层高差 所以它就很自然的 形成了这个 有帝阵的几个面 就是 BC就上5级 D呢 就上5级的两派 就是10级 这个就是我对它的简单的分析 与此同时我们都是体现得到 那种的一个几个面 就是 首先就是ICE3点是共线的 那个点我就证明了 反正呢 它是共线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对这个ICE 对ICE3点 这里有一个现实的理解 就是 从腹流走向主流的过程当中 经过阶梯之后 第一个阶梯和这个平台的分析处就是 你不如说你这里2楼 2楼你在腹流里面走过来 一来它没有街梯 所以那里就没有 然后呢 三楼在那里走 先走过街梯 然后呢 一走过那边 都到平台 之后呢 这里为止 分析处 就是它的C点 所以呢 它就有这样的一个 原实理解就是 你某一层走过街梯 以后到那边的平台 它这里的3点呢 它是先降线的 一来呢 又大体水 好像故障 理解成为 理解成就是 在这个分析的三个阶梯 I,D,E当中呢 因为你 I,B是等于 B,D 因为它这边层高 某一层层高很远的 但是因为你B,C 平衡平衡于这个D,E 所以很自然的 就得到下面的这个数量关系 就是 这里 I,I,C也是等于C,E 与之同时呢 就是 B,C 是 D的一半 很简单的这个 结果关系 今期就说完了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